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李医生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很多人会一次性买回很多食物 并且会将大部分食物放进冰箱里保存 其实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冰箱不是橱柜 以下这五种食物请不要放到冰箱里 第一 土豆 土豆是一种淀粉含量高的食物 低温会促进土豆里的淀粉分解 如果将它放到冰箱里保存 会导致其中的淀粉转化为糖 影响土豆的口感 所以土豆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土豆放置太长时间 就会发芽变轻 说明它产生了大量毒素 龙葵减 四日过多呢 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第二呢 洋葱 冰箱里的潮湿环境 会使洋葱神奇的变粉状 而且会加速它发霉和腐烂 还有一个呢 不要把洋葱放冰箱的原因 是因为冰箱里所有的食物 都会充满了洋葱的味道 第三 香蕉 香蕉呢 是热带水果 在室内的温度正常保存就可以了 如果将香蕉放到冰箱呀 反而会容易被冻坏 放一天时间就会变黑 变质 口感呢 也会变软 变坏 如果放置时间稍长呀 甚至会出现斑块和腐烂 除了有黑斑或腐烂的香蕉呢 必定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第四呢 热带水果 实际上呢 大部分的热带水果都不适合放冰箱 因为他们害怕低温冷冻 反而会受到冷气的侵害 发生变质 而且失去营养 比如说荔枝 放冰箱呢 会让它的皮和果肉都变黑 正确的保存方法呢 是把它储存在一个 闭关凉爽通风的地方 第五呢 面包 馒头等 淀粉类食物 有些人呀 习惯买很多馒头呢 保存到冰箱里 早上的时候呢 再拿几个蒸热 当早餐吃 感觉挺方便 但是大家也能发现 放冰箱的馒头呢 会变干变硬 即使在蒸热呢 也没有干买回来的时候 那么松软 这是因为呀 淀粉老化肥生了 淀粉水分丢失 由非晶体结构变为晶体结构 也就变干硬了 所以呢 淀粉类食物呀 最好在室温下 密封保存两天 吃不完呢 才存放到冰箱里 好了 朋友们 看完呢 记得在视频下方 点赞 订阅 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 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受益 感谢 感谢 感谢